每天都有很充分的在練習 然後也希望不只是關在練武士練習 也希望能多多的去就是實戰經驗嘛 拓展一下 觀摩一下 前輩嘛 你們以前有追星過嗎 有啊 大家都有追星過吧 就是 這種SBS或是TBS更韓國的打歌節目以前 台灣也有追星過 有有有 推到推 已經就是 凌晨都在看這樣 喔 你說 就是感覺 一開始在家裡看電視的那種感覺 然後今天終於可以看到本人的那種感覺 會不太一樣嗎 然後也很好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感覺會很 呃 驚人啊 就是看到本人的那種感覺 很期待看到本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也是很喜歡去見偶像們 有 我們其實每天都有很充分的在練習 然後也希望不只是關在練武士練習 也希望能多多的去就是實戰經驗嘛 拓展一下 觀摩一下 前輩嘛 到時候開全麥會是一個目標嗎 欸 絕對是 絕對是 因為我覺得開全麥唱現場是一個很享受的事情 而且自己享受粉絲們聽到自己的聲音 其實也算是一種享受的 以前有追星追到就是一直到電影的現場 因為他們其實韓國人也不喜歡 在外面開過 這樣子 有嗎 你們有嗎 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 我覺得今天看到那個 今天看到這麼多粉絲在這邊等候 真的有嚇到我 然後我也覺得 如果我們之後出道的話 也希望有這麼多粉絲來支持我們 就今天在現場很多粉絲們 都是各位前輩們的粉絲 然後我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哇 我們以後也要像他們這樣子 就是我們 能看到樓下有這麼多粉絲在等我們 會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其實準備當然是有準備 但是就是怕台灣的粉絲們不喜歡 但是我們是有盡全力在準備的 然後希望各位粉絲們也會喜歡我們的表現 就是致不喜歡的 日本特色是 我實在內容 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選擇了很多 很超來的 這是因為 其實我們有最終的 我們現在的人 有一些 連這一些 我們總看的 我們在台南來的 在韩国和韩国的比赛是在台湾上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中国的重量 能做出的第一个 因为我们在台湾中的重量 基本上台湾一部分 在台湾上一部分都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韩国的颜算 比赛一部分很大的 一部分的额谤 在美国的地方, 比特地是最大的大型的企業, 比特地的企業, 比特地的企業。 在美国的地方, 比特地的企業, 比特地的企業。 大家有時候 會先去耳機 一起交流 一定很一致 讓大家都是我非常認同 感謝分享